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知道我最近生了一场大病 最近刚刚才康复 所以很多人也关心老师怎么样了 还可以活多久啊 实际上老师病的对你们有好处 就是有一种紧迫感 再不学老师可能就不见了 这辈子好不容易找到他了 赶紧是学吧 我看老师病对你们有一种激励作用 但是这个病最好不要经常发生 所以还是你们要自己经见 老师就不病给你们看了 好不好 没有声音啊 好 大声点 今天就给大家一个交代 老师是怎么生病了又怎么好了 咱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 说有病乱求医 很多人把这一句话打入否定 实际上今天的文化是一个错乱的文化 为什么是错乱的文化 就是很多对的 大家认为是错的 那错的你又觉得是对的 所以是这个结果搞得自己特别的执着 特别的牛 然后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是人要活得自在一点 就是要学会着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要去尝试 那么在这个尝试中找到一些最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技术方法 帮助自己快速地得到利益 无论是治病 无论是你做生意 无论是你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在文中要求变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 变则通 通乃久 久乃道 所以是要学会着变通 这一点我发现我们新加坡的同修 特别的欠缺变通 我们叫一条道走到黑 一根筋牛到底 这就是你们的特点 实际上我这个不单是在新加坡看到这种不良的思维习惯 我们在欧洲更严重 欧洲呢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他们是公费医疗 德国啊 这些发达国家他都是公费医疗 就是你住院啊干什么都不用钱 吃药也不用钱都政府报销 无论你年龄多大 所以他们就经常跑这个政府医院去看病 那有钱人呢 他不去政府医院看病 他去找私人医生 但是私人医生啊 他们就是 爷爷是看这个医生的爷爷的 爸爸是看这个医生的爸爸的 到这儿是看他去看这个医生的 这是叫世家 医生是世家 这个看病的 找的也是世家 那么我们就跟他说 那你这个病啊 已经耽搁了二十年了 十年了 你为什么不换个医生啊 他说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一致跟这个医生 然后就有了感情了 所以是悲情所困 然后结果是 是不好病 还是老不好说医生这治 后来呢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 到了德国以后呢 这个很多的西医来找我师父帮忙 因为他们的良心受不了 所以说这一家人呢 这全家人天天跑着我这看病 但是他这个病我就 十年二十年都没给他看好 你这个熊教授有没有什么方法 听说我师父是神医 然后就求助 那师父说可以啊 那么人家西医主动地介绍自己的病人 他们才来 所以是这个就是什么 一种西方教育导致的一种一根筋 拧到底 一条道走到黑的思维 那这种表面上看是好的 实际上是有害的 咱们先从这个思维的 这个逻辑思维上 这个是你的智慧上 要检点你们为什么治不好自己的病 就是太死巴巴的 就是太顽固了 我就看这个医院 我就看这个医生 那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有的时候你无意间把自己的命就丢掉了 所以说我这一次呢 这个一个朋友 他的太太是癌症 那么差点要了命了 年龄不大 不到四十岁 这个他太太不到四十岁 得了癌症 那么最近我联系他 那么他这个癌症复发了以后啊 他去找了一个之前的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就给他用化疗 结果是越化疗 癌细胞越胀越胀 越多 然后呢 最后人不能吃饭 这个吃什么都吐 然后整个人瘦下来 腿脚无力坐轮椅了 不到四十岁就坐轮椅了 因为吃什么吐什么 完全没有营养 但是这个家伙就死八本 他太太也死八本 就是这个医生好 这个医生很有名 我们就已经看了 这个医生就在这看吧 后来这个 他后来在一次诵经的过程中 他这个知道诵老子的经典 然后突然有一个灵感 说不行啊 我是不是要换个医生 给我太太去看看病 那结果是 他去跟那个原来的医生说 说我们不想再用这个化疗药了 太太完全是不能吃饭 导致着身体越来越虚弱 那个医生说什么 你这个不化疗 你看你继续化疗着 那个太太的这个癌细胞 还不停地增脱 然后你不化疗 她很快就会死了 所以她一听又有点担心 但是她有一种强烈的灵感来了 以后说好像不太对 但是她不管这个医生 再怎么恐吓她 所以说我不看你了 你这个药我也不吃了 你这个哪有这样 人都被你治死了 所以说她最后就又另外跑去 另外咱们新加坡一个医院 看癌症科 结果那个医生一看 说哎哟 她怎么可以用这个药 这再过十天八天 你老婆就死了 你这个药是在身体很健康的状态下 是可以用的 在她这种虚弱的状态下 是不能用的 所以她赶紧给她换了一种药方 也是化疗 但是用另外的药 那结果癌细胞当天就减少了很多 然后呢 几次化疗以后 癌细胞几乎控制住了 不增长了 然后又能吃饭了 现在又能下地儿了 还能去公园溜达溜达了 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死八百 就是说哎呀我已经老看这个医院 老看这个医院 老看这个医生 我对这个医生有感情了 那么我就老来这个医生这儿 这个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是有病乱求医是对的 这个如果一个病 你治了一个月之内 无论是中医西医 你还不见孝 不见显著疗孝 赶紧换医生 赶紧换医生 这个是什么 你的灵感 你要有 你要学会着灵活性 就是多找几个医生看看 我这个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么到底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了以后 有显著的起色 并有显著的改善 那这就是你要找的方法 在乱求医中 自己不糊涂 明白 因为你自己体道于身 身体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身体是否好转了 你自己最清楚啊 对不对 你的气力啊 你的精神啊 你的思维是否灵活了 你还是原来老是昏昏沉沉 现在还是昏昏沉沉的 所以这个自己是最好的医生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前不久 用我的一个学生来找我 她的太太要生产了 生产了以后 她在一个医院看 那个医生说 你这个孩子的头有点大 我们要做婆妇产 因为这个女孩子 生孩子呢 是一次重生的机会 你在生孩子的时候 只要坐月子坐好了 那你就身体就恢复到 这个十八九岁 二十几岁的年轻状态 因为她整个五脏六腑啊 都翻腾一次 然后骨啊骨缝全部开一次 那么这是对女性是一个最好的 恢复清清气的一个世界 但是你一开刀就完蛋了 这个因为她蹭不开骨缝 不能够完成这次的重生 所以古代呢 如果有妇科病什么的 就鼓励你再生一胎 再生一胎 在坐月子的时候 好好去保养 然后你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 那都是尽量的顺缠 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抛腹缠 但是她的医生就跟她说 她说不行 我们只能做剖腹缠 不能做顺缠的安排 后来她来跟我说 说怎么办 我一关 我们自己修念到一个层次 你的心颈静的时候 你有透视功能 自己回到空性中 对方也回到空性 你可以关到她体内的情况 所以一关她的情况以后 我说这个完全可以顺缠 我说你去KK 因为我后面的四个孩子都是KK 都是顺缠的 她是专门的妇科医院 那为什么那个医生劝她 跑腹缠 顺缠大概以现在的价 我不知道了 前几年是四千块钱就够了 如果开一刀要一万四千块 就是这医院 因为给你开了这一刀 接了这个baby 要多增加一万块钱 所以大家在治病上 往往成了被医院利用的商品 商品的利用就是什么 砸取客户最大的经济效应 就是在一个人身上 砸取最大的利润 你是我的客户 你客户来了 我当然要赚最多的钱 所以之前也有一个 我这儿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是在我们的大医院 咱们政府的一个大医院里工作的 但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这个压力特别大 后来来上课了以后 听说要讲道德 不能坑蒙拐骗 他就更受不了了 然后哭着到我这儿来说 师父啊 能不能我不做现有的工作 我说那你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我在这个癌症 癌症这个治疗中心 癌症治疗中心呢 就是我们要负责给客户做配套 做什么配套 就是这个病人来 要给他开多少种药 那这很多种药是没有用的 对这个病人是没有用的 但是要赚他的钱 所以是要给他做这个量身打造 然后能从他身上赚取多少钱 赚取多少钱 所以是那么很多药是没有用的 所以是你去医院 每次都带一大包药 回来吃不下饭 为什么光吃药 胃就被撑饱了 所以他良心受不了了 他说这个药了解了以后 所以是医生也没办法 为什么 他们专门有一个部门是 要医生开这些药 给这种病人必须开这种药 实现利润 实现利润 所以是这些东西大家要知道 特别私立医院更严重 政府医院还好一点 那这个是什么 大家要命是自己的 首先我们在治病上面 你要有智慧 就是我要寻找不同的方法 不要听人家一说我不行了 你非得用这个方法 你就死认这个医生 医生跟老师一样 老师有幼儿园医生 小学医生 中学医生 大学 大学老师 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 医生也有小学水平 中学水平 大学水平 他不是年代的问题 有的医生干了40年 还是个小学生水平 但是医生有没有灵感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智慧 来帮助病人 这是我们会讲大家 如果家人或者你自己 在有病之后要乱求医 就是要多去跑一些医院 多跑几家医院 多听听专家的意见 然后中医 西医 那么还有道医 这几个方面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 那这个对你是负责人的 对你的家人是负责人的 那么我这个大概是四个月前 12月份 英历的 快过年的那个月 12月份 在吉隆坡 因为太老了以后 这个就嘴歪了 刚去吉隆坡工作一天就发生了嘴歪 那这个嘴歪之后 我还觉得自己没事 实际病人就是这样 很顽固的 他病了以后 他觉得自己没病 我照着手机看看 好像这个怎么吃东西 嘴往外露东西 喝水也露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一看嘴有点歪 我这个还跟太太试骗 她在新加坡 我说你看看我嘴是不是歪了 她一看说你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说我好像没事 应该今晚上就会好了 然后她说你不行 你歪成什么样子了 你还在那个地方 你原来计划去七天 然后她就立马跟工作人员讲 赶紧送师傅回来 结果工作人员赶紧买票 买票以后 结果是我在机场延误了三个小时 这就是业力的障碍 什么叫业障 你们要重视 当你不顺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来了 就是障碍着你 不让你早些回来 在机场从来没有的事情耽误了三个多小时 然后回来以后 第二天我太太就逼着我去看医生 当时觉得自己也没什么 就去看了一个诊所 我们家门前有个诊所 去看了个诊所 结果那个诊所是新开的 轮到我的时候 那个医生都慌了 我自己不慌 他慌了 你自己来的吗 我说我自己来的 他说你不对 你都这个样子 你还敢自己驾车 我说没事啊 我挺好的 他说不行不行 你别动他 你别动他 那嘴已经是歪成这个样子 他怀疑是中风啊 就是脑出血中风 不行赶紧给你叫救护车 我这治不了 我赶紧安排一个大医院去看急诊 我说不用 我能驾车 你把那个医院给我弄好就行了 我就去那个医院就行了 那他最后问我太太 说是不是自己驾车的 然后最后 我说这个好像不是中风 我自己知道 只是整个的嘴 这个面部肌肉完全的不好使了 那我自己也查了 了解这是面瘫 叫面部神经 急性面部神经 瘫痪 整个的这个神经系统他瘫痪了 瘫痪了以后 神经系统是走光的 这个光一不运作 气就上不来 气上不来 那么就是整个的气血稳烂以后 导致的肌肉僵硬 肌肉一僵硬气血更不同 所以整个的就不能动他了 半边脸没表情 一边脸有表情说一声 那活动的那一面就在活动 这个不动他就扯歪了 但是那医生吓坏了 因为他也是我们刚开的一个政府诊所在我们绑额区嘛 他也没有太多经验 年纪不大 他赶紧就开急诊 让我去这个张医院 我就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 这个医生赶紧安排急诊 这个什么新建图啊 什么抽血啊 这些 最后确诊是面部神经瘫痪 这面谈不是状况 不是状况 这第二天呢 不放心 我们还专门去了 我们这个新加坡有一个学生 他叫开心医生 他专门是给人开心脏的 这个就是真开心啊 就是把你的心打开拿出来 他不是你见了开心 你见他就不开心了 我们后来叫他开心医生 陈医师 然后我最后就说再让他确诊一下 因为这种药在我的概念中 一定要用猛药 把那个气血给恢复过来 如果是血管堵塞了 或者是什么 你用猛药 那就爆血管了 那就很严重了 结果去了 他也吓一跳 他这个说 你这个很严重 然后最后赶紧做 他听说我做了心电图了 然后他就最后观察了一下 用他的经验 最后也是确诊式面谈 这我就不太害怕了 因为在网络上的资料 大概是十万人 就有一个人有这种症状的 不是很严重的 不是中风 也不是那种脑出血 后来就不放心 他还给我做了一次scan 就是脑部的CT扫描 来看大脑里面有没有血块 最后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呢 在西医这边 然后我说那怎么治疗 那就是当时张医院 人家就说这个病没药可治 没药可治 这个完全看你的造化 自己可以好 然后说给你开抗生素 开五天抗生素 因为那个时候扯着是很不舒服的人 一个麻木在一个里面不舒服 僵硬 然后最后他开了五天抗生素 再其他的药 我说五天后怎么办 他说五天后你再来 再不行 我们再给你开抗生素 但是我吃抗生素 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开始有烂 溃烂 就是有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开始溃烂 所以第四天又吃了一天 第五天剩的药我就不吃了 我跟我太太说这个没用 不行 最后就找我们的五大医师 就是拔麦 然后我说你来 上我家来 然后拔麦 拔麦以后最后他也带了针灸 通过针灸吃中草药来调理 逐渐地就有气在里面动的感觉 原来是完全木上了 所以是那个时候 想打坐也打坐不起来 他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在我去吉隆坡之前 在新加坡讲了一堂课 那堂课叫灵热法 就是藏密中很殊胜的 所有的你后面的 在真正的一生成就中的 最基本的技术方法叫灵热法 但是在带灵热的时候 在带场的时候 关了一下大家都没有精进修行 下腹腔的炉火生不起来 生不起来呢 我们讲加持 所以说那么我就用自己的火 给每一个人把他们的火都点着了 实际那一下我就知道 最后一个人的点着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热 但是我就开始喊了 开始喊了 当年我师父熊春简教授教我功夫的时候 他说你将来要注意 随着你的学生越来越多 弟子越来越多之后 防止众人拨金 什么叫众人拨金 就是你是一尊金佛 但是来了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一人身上搂一把 在你身上搂一把 一个人身上搂一把 最后你这个金佛就变成没佛了 为什么 都被别人给搂走了 你身上的能量 因为比黄金还贵的是生命的能量 叫生命能 所以它比黄金的价值还贵 这个叫众人拨金 我想它是吃过亏的 它才这么交代我 所以功夫这个东西就是 不能够大量的应用 要劝众生自己觉醒 自己练出东西来 所以说我病了以后 我就想起师父交代的这一句话 但是做老师的也好 做师父的也好 它这个内心里面 内心里面它是这个什么 内心里面它是 就想把最好的给大家 然后帮助大家尽快地成就 所以当那个最后用完了之后 我的身体已经是空了 就是干枯了 空了 我们在下单田修出来单的人叫玉叶环单 那么它有一个盒 就像你吃桃子吃苹果 中间都有一个盒一样的 但是那个盒还在 盒外面的那个肉 就是那个能量的一层一层的圈的 那个能量 我内观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了 所以是那几天生病之后 想练功 完全练不进去 完全也热不起来 那个内场也生不起来 最关键的是 我们修炼的时候 下方的精要望 就是通过金金玉叶化成的精 精才能化气 原精化元气 元气才能化元神 你的精神才能恢复 那么这个之前在台湾 有一些学员他好心 说介绍几个大道场给师父认识 所以在台湾 也是消耗了几天 所以回来新加坡又这么大销了一次 在台湾之前我们为了调控世界和平 那么我们在东北的山上 也消了很多 好在那个时候消了一部分又补了一点 但是没有完全补回来 所以这样连续地消耗以后 就导致着自己体内的正气 元气就消耗空了 消耗空了以后 那么加上这个业力 就是自己这一世的业力 过去的业力 还有背弟子的业力 背学员的业力 背众生的业力 然后就蜂拥翻扑 那么就导致了这个病出现了 出现了 所以在整个后续的治疗中 热心人都出来了 有做相经疗法的 我的一个学生 娜娜 她的相经疗法特别好 她也是着急 请示了几次要给我做 我说不要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自己的业力反扑 谁来谁受不了 因为你会打到你身上 那个时候通常在业 没有大量消的前提下 我是不让人家来轻易动手 治疗自己的身体 否则是对治疗者不好 治疗者不好 直到后来台湾法会 如期举办 新加坡法会如期举办 那年尾两次法会做了之后 这个终生的业力 学院的业力大量消之后 那个业力那个部分退了很多 那我才接受大家做相经疗法 后来我们有个学生叫瑞典 他又有一个按摩中心 那么又去他那做按摩 那在之前我对相经疗法也好 按摩疗法也好 我是排斥的 他们经常好心 看我太力了 都说师父我要给你做按摩 给你用相经 帮助你恢复 那么我是觉得自己 那个时候也是很牛 我经常骂你们牛 实际上老师比你们都牛 我想我还有你们治啊 我自己睡一觉 然后打坐一下 气一来不就好了吗 还有你们治 所以很少接受这种东西 有的人说 师父带你去按摩 我更排斥这个东西 因为我吃过一次亏 有一年我给一个人 到马六甲那边调他祖坟风水 他就特别感恩 感恩以后 他经常跑去心山按摩 心山按摩 咱们这四十五 那也是四十五 那是马壁 然后他经常跑去那边按摩 他一直好心 说师父你看你来了 你这么累 今天我务必请你按摩一次 结果他去到他那个按摩店 挺大的 心山一个挺大的按摩店 结果我一看 我的天 黑乌隆隆的 那就知道坏事了 进了贼窝了 然后人家这么热心 又没办法就让人家按吧 结果是回来浑身 他那个黑气 那些按摩师的病气 黑气 他一按我的窍全部开了 开了以后就身上全部抽那个红枕子 毒 他什么药都没有 红枕子 说我从那以后 我绝对不去任何按摩店按摩 我对按摩有排斥的 那么后来自己在打坐中也悟出来了 这个虽然是面摊 但是他是内中风 就是叫小中风 那他是干气欲减 因为当时无一十八脉 他的脉象很厉害 你记住我们这面的学生 他从事这种行业 他都很厉害 他厉害在哪 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厉害 他是天门开了以后 中脉开了的人 他顶上跟上界可以连统 就是我们这面法脉中有一个道一法脉 所以道一法脉 总共从色界天 无色界天 玉界天 总共是二十八重天的道一 就是天一 跟我们这儿都有连接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脉下来的 这个卖线下来的 就像你从发电厂接的电一样了 他就特别好使 无疑是作为他自己 他从医年代不久 但是他开的药方很好用 我吃了以后 体内的气机 那个时候五脏是翻腾的 真到这个时候 能量枯竭了以后 你才发现什么叫无阴直胜苦 五阴啊 阴阳的阴 又叫无陨直胜苦 你这个体内 隐藏着五种能量 他纯阴了之后 没有阳 他翻腾着 你的情绪也是烦躁的 你什么都是 没有办法 你想静下来 静不下来 那个情绪是很烦躁的 但是好在是我修炼了几十年 所以是 自己知道自己在烦躁 自己不动 没有像人家整天摔盆子 砸棍的那种发脾气 因为自己知道 但是自己看到这个肉身意识体反映出来的那种烦躁 那种不安 那种痛苦 那种自卑 整个人就 外人看起来 那就不像个人一样的了 那个时候整个的 但是你那个 从我自己的那个自信中我关自己 也知道 那个时候是最低谷的一个时候 所以是人的身体很重要 所以无疑是他开药以后 这个五脏就开始平和 不要小瞧他 刚才说他是有连线的 他不是完全照着方子开 那么他也用针灸调了一下 这是一种治疗 那么后来呢 我的学生中有一些人也是做营养品的 他们拿来各种各样的那些 什么构杞水啊 还有什么不懂的 反正是羊马子 因为英文我不懂 瓶里装的是毒还是什么 反正他送来我就吃 为什么这个搞不定哪一个对我好使 什么还有美国的什么 名发他卖的一些东西 拿来涂在脸上的也用 这个后来发现有些东西不太好 为什么 这个带有火性 你本身体内的肾气 肾气已经枯竭了 水不足了 所以他一弄吃了以后就上火 更烦 这个更弯更硬 所以是有病乱求医 你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不要什么毒药都吃 那我胆子大 我排毒能力还强点吧 就是反正我身边这么多医生也死不了 你们这个认识的医生太少了 还是注意一点 还是问问咱们的吴大医师 这个能不能吃啊 这个叫阴阳平衡 但是我不管 我就用这些方法 最后呢 直到去台湾之前 你们春节前见我 春节的时候还是歪得很厉害 那是到了第二次又去了温哥华 去了台湾 台湾之旅回来以后 借那面的地灵茶 修复 然后也去看到我的大恩满意上师 上师看说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只是有一点歪了 她就不好说 我这个还是很难看 她就说 好了 好了 师母看我也是说 好像是还没好 是我们满意上师的太太 她说好像还没好 还是要注意 也不要太累着 上师她说 好了 好了 好事情 没事了 所以是自己要知道 这些人你不管是修多少年 修多少事 因果的东西是不爽的 那么后来在自己 在整个的清营宵夜的过程中 但不停地要忏悔 每天要做金刚洒陀的修法 然后修忏悔法 那自己在忏悔的过程中 自己检讨 过去是 做歪嘴和尚做太多事了 就是自己的法没有完整 就出去讲经说法 误导了众生 所以这个歪嘴是有它的一定的因果的 道理的 那这个因果是不管你是修道人还是传道人 众生都是一样要受因果的 到底大修行人他要不要受因果啊 那这在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禅宗的故事 叫野狐禅的故事 大家知道有一个百丈禅师 他是目前寺院 中国大陆的寺院定清规戒律都是百丈清规 都是按照他在世的时候定理的制度管理寺院的 那百丈禅师他当时是一代高僧 真是真有功夫的 所以你们无论接触佛法也好 道法也好 还是其他的宗教也好 要找到那个真正的这种有修正力的 就是他自己能够实证的 不是只会讲经说法的 这个就很重要 如果只会讲经说法又不通阴阳 又不明了 他自己不能进入空性正见 不能进入这个 因为你进入空性正见的每一个真正大成就者 实际上最后都一样 都是在空性里面去观照 看出很多因果来 那么帮你去从因果上处理你一些事情 那效果就特别好 那么如果他自己还不能进入空性正见的师父 通通都不是真正的高人 什么是高人 就是已经不再注重我是谁 而注重自己的空性 在空退之后 退掉自己的知见以后 在空性里面见到宇宙实相 人生实相的这样的老师 才是真正的高人 真正的高人 所以无论他是修什么宗派的 无论是哪个宗教的 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你看基督教 他这个牧师神父 他在传道的时候 他不可以说我张补生传道给你们 他总是要伸出手来 说我以上帝的名义 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怎么怎么地 接下去再说事 这个名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空退 你只是一个身体 你这个身体里面 那个主人已经不是你张补生了 主人已经是上帝了 主人已经是耶稣了 那么我们佛法 那么更重视人无我 法无我 要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所以你要退入空性 见到空性正见的师父 那才能够真正的向他请教 否则的是他以自己的知见 来污染了你的知见 这叫以盲倒盲 就是一个盲人 你迷路了 你不知道往哪走路了 结果你去找了个盲人 瞎子给你带路 这个叫以盲倒盲 你自己都失去路方向了 他瞎着眼 他哪里可以看到方向啊 所以我们不要找那些没有空性正见 没有真正实证功夫的人去求教 否则他就是以盲倒盲 那这个百丈禅师有一次在庭上讲经说法 结果是除了他这些正常平常的信众来听之外 这天来了一个长者 这个长者就是一股先锋道骨的样子 然后白头发白胡子 结果他连续地来听了很长时间的经 有一天这个百丈 结束了这个讲座以后 要下堂 结果是都退了 结果是这个老者不走 站着 这个百丈禅师就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情 你还不走 这个老者说 我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狐狸 我已经堕狐身五百年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叫狐仙 他说我过去世跟你一样 是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 那我因为讲错了一段经 然后堕成狐身了 狐狸身了 所以大家为什么师父爱护你们 在你们没有完全正量之前 不让你们登法座 去狐讲乱讲 做辅导员可以 你要自己狐讲乱讲 因果自受 一定要受因果的 不是说你这个讲了就白讲了 人家没听进去算了 如果听进去误导了人家 耽误了人家的会面 我们杀人只不过杀人的肉体 但是你如果是耽误了人家 这一生有机会解脱 结果是没有 他因为听着你的东西被你误导了 没有机会解脱了 这些断人会面 没有机会去极乐世界 没有机会成佛了 这叫断人会面 这个大 所以是法师 以前的法师特别害怕讲经说法 他没得到师父认可之前 他绝对不敢坐在这个法座上 这样跟大众讲法的 为什么 因果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法师过去是 50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 出了名的大法师 当时有一个大修行 有一个人问他说 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 结果他当时回答说 大修行人不落因果 意思是真正大修行的人 因果支不住他了 他不会掉到因果里面 结果因为这句话 他那一世 结束肉身之后 坐在狐身 狐狸身 做了500年的狐狸 这500年的狐狸 他一直 自己因为上一世是修正的 有一定正果的 他才能够影响 那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古代时候没有新媒体 你们现在随便弄个视频 什么都可以做网红 对不对 这一宣传的名气可大了 越色的越容易出名 越浑的担子越容易出名 网红是乱讲一片 那在古代不是这样 你真正要能够得到信众的拥护 那是真功夫 真本事 所以他已经影响那么多人了 他可不是一般人 但是就因为讲错这一个 然后就做成狐狸 做成狐狸身 这500年来他还是不媚 他是知道自己上一世是法事 虽然是狐狸身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很多视频上传的 那个猪跑到佛堂里跪着 跪瓣上跪呀 狗啊跑到那个店上跪呀 所以他们实际上前世都是拜佛人 前世都是修行人 因为不经济 因为愚斥 所以又堕到了什么 畜生道 那在畜生道 他又记得自己前世是个出家人 或者前世是个拜佛修行者 所以这辈子来求忏悔 所以他往往这样拜过一段时间 他马上就会死 为什么? 转世去了 转成人神再修行 直到忏悔了 但是这个法师500年他没有去转世 他就是因为弄不明白 他错在哪儿了 他认为是不落因果的 为什么还要跺到因果里面去了 结果百丈传师就跟他说 说这个不叫不落因果 叫不媚因果 媚呀 一个日 一个未来的未呀 不媚因果 他豁然大悟 然后拜谢以后就走了 走了以后 百丈传师第二天就叫他的弟子说 我们到后山去 有个老者往生了 结果到后山去 在一个山洞里面 他们用那个长杆洞小 狐狸洞 调出一个白狐的尸体来 然后因为他去转世了 他明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 病人老不死老不死老不死 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他被张住了 挂住了 所以他就是因为一句不落因果 挂了五百年 他不明白错在哪 所以他等到百丈传师出世以后 他终于旧教育高道 旧教育高僧 然后明了了 原来是不媚因果 什么叫不媚因果 就是说你在因果来了的同时 知道是什么因果造成你现在的疾病 造成你现在的不顺利 我们有事业的不顺利 有身体健康的不顺利 有的人家庭不顺利 有的人孩子不顺利 所有的不顺利都叫业障 那么对于普通的人 他不知道是什么业障 障碍了 他不顺利 但是对于大修行人 过去累世修行者来讲 你只要能退入空性中 你自己就会变成一个镜子 然后在镜子里映现出过去事 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因果 所以这个叫不媚因果 要受不受因果呢 受因果 不是不受因果 要受因果 但是受因果 他自己清醒明白 不畏惧 就像我这次生病 我也没有畏惧 但知道是因果 知道是因果 但是弟子们也帮了 我有一些徒弟 他们也很精进 帮着我做法会 然后帮师父清醒小爷 这是对的 这个逢是有肉身者 没有究竟涅槃者 都有业力 都有业力要释放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他头疼三天 头疼三天 头疼三天 当时是怎么回事 就是人家有一个民族来灭释迦族 就是整个释迦牟尼族家族 遭了灾难 然后人家来全部把他的家族都灭了 然后当时他的弟子牟尖连神通很大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柏鱼 化成了一个坛城 然后接了一些释迦族的男男女女年轻人 把他送到天上去 保护起来了 然后希望给释迦牟尼的释迦族 留一个血脉传承 结果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那些在陆地上都被杀了以后 他把这个柏鱼拿下来的时候 结果里面都是血水 一个没保留下来都死了 在那同时 释迦牟尼就头疼三天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谁呢 穆建连就来问释迦牟尼什么因果 释迦牟尼说过去是 他们这个族群在一个山上居住 前面有个大池塘 大池塘 然后内黏天汗 然后就没有水 所以是整个池塘里的鱼都被这个村子里的人 全部捞出来吃掉了 当时有个小孩他不吃鱼 他看到一条大鱼 然后被大家弄上来以后 他拿那个柳汁棍 敲了那个鱼三下头 所以那些吃了鱼的 释迦祖的人都被那个鱼转士回来 变成一个家族 变成一个部落 然后把释迦祖的报仇 你杀了整个族群 他又把你的族群都灭了 但是因为释迦牟尼那一世不吃鱼 所以只敲了鱼三下头 他头疼三下 所以大修行人不闷因果 所以当因果出来 他知道是什么因果 不是说头不用疼 也不应说没有病 这是远处的故事 那么近处的故事 民国时间期间 在中国有个大法师 他是坡脚的法师 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法师 他这个脚怎么断的呢 他有一次在大雄宝殿 他是个出家师父 走路的时候 凭空给他就这么翻个跟头 就把他摔跤摔在地上了 结果是腿就粉碎性骨折 凭空啊 就是你这么摔跤 他结果人飞起来了 咣又落了地了 没有任何的外力 他就这样飞起来 咣落地了 后来就治好了以后 是个泼脚的 有人就觉得 他后来正果也是很厉害 有实证功夫 所以他到处讲经说法 但是别人说 你这个已经有实证功夫 你这脚为什么还是个泼的呢 就走路这样一拐一拐的呢 他就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在国民党时期 他那个时候是一个连长 带着一个部队 那他最喜欢吃什么 就是鸭子 就是他只要军队住在哪 那周围的鸭子一个都不吃 为什么 他每天要吃一只 每天要吃一只 百姓里不卖 他是军官啊 谁敢不卖啊 他不是抢 他是买 买来啥吃的 吃的那个鸭子 也说不清 这吃了多少只鸭子 可能上先知也有了 然后结果就是 因为这个因果 他后来虽然出家了 但是这个报应 最后摔断了腿 摔断了腿 然后他知道 所以是后来人家给他起了个法 起了个外号叫泼脚法师 泼脚法师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会不会生病 大修行人 你们现在是发心一生成佛 一生成就 会不会生病啊 不可能不生病 什么时间要生病啊 趁你们年轻赶紧发愿 让所有的病要生赶紧来 这个修行你越精进的时候 一些不顺利的东西 越会早一点的曝露出来 然后趁你年轻 趁你还能够有气力足的时候 去把这些消掉 而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 没有力量了 然后再去解决它 所以我们今天看 古人叫寿终正寝 什么意思叫寿终正寝 就是死的时候 遇之时日 自己知道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死 然后没有病 叫无疾而终 满意上师的父亲跟母亲 就是这个样的 他两位老人家 当时满意上师 让他做这个 他们不信佛的 不信佛的 但是满意上师就经常拿这个 迷了净土归净给他看 就跟他妈妈说 跟他爸爸说 你们看这个地方美不美啊 那个宫殿那么漂亮 那里的人那么庄严 最后爸爸妈妈看久了 糊弄他儿子 说我看着挺好的 因为儿子老来问 老人家也不好意思 不说好 然后满意上师说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好 你们就发愿 发愿去这个地方 将来儿子也去那个地方 我们一家人还可以团聚好不好 然后他爸妈就答应了 儿子祈求嘛 所以你们做儿女的 有没有真正的 这样去为自己的父母着想 有没有为他们的下意识着想 所以这个迷了净土它有个好处是叫愿往生 就是你有愿即可往生 不像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你还要一心不乱 要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 那么这个迷了净土是愿往生 就是说这个地方好我去 有这个愿就行了 真正想去 那么你们也可以跟自己爸妈讲 说 哎呀 跟你的这个缘没了 然后咱们死了又不能见面 咱们都去这儿好不好 去这儿儿子也能去这儿 你也能去这儿 然后我们在那儿一家人不分开 永世的不分开 这多好 说是爸妈疼你 他就说好啊 我要去 这就行了 为什么 有愿呢 有愿往生 那他真正离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送他走了 就可以去这个迷了净土了 这是方便 接引年纪大的老人家的方法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老人特别的痛苦 几乎看不到一个无疾而终 受众正寝的 大部分都是病死的 在医院里病死的 在家里病死的 到老的时候都是折磨他 都是折磨他 我遇到这样一个案例 当时有一家人来找我 找我干什么呢 人家都是说我爸爸妈妈生病了 然后老师帮个忙 让他们早点康复起来 这家人来找我不是这个事 他是说 老师啊 我们找你帮个忙 能不能让我妈早些死 你们一听 这家人真不孝啊 怎么还有这个求 让自己的母亲早些死啊 后来我就也觉得很奇怪 我说那你讲讲你是怎么一个情况 他说我母亲在床上已经二十年了 手脚都不能动他了 然后二十年了受折磨 然后整个人也神志不清了二十年 然后说能不能你帮个忙 送他去往生 我说那我去你家看看吧 结果去看老太太呢 手是这样勾的 脚也是这样勾的 我这一看 他那个因果业力 因为我们一放松 来的太多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妈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妈没什么文化 他这个儿女还不错 生了好几个 但是呢 小的时候没文化呢 就跟着爸爸 他爸爸等于是说 这个老太太的爸爸 是杀鸡的 你们现在叫十八杀 十八杀卖鸡肉嘛 卖鸡肉又不是现在在屠宰场买来的 他要献杀 献杀呢 这个女儿很小 爸爸就让他去摊上帮忙 剁鸡脚 那个鸡啊 就是把那个鸡脚剁下来 那就是剁了不知道多少个鸡脚了 后来呢 这也没什么文化呢 嫁给谁了呢 嫁给这个老公又是杀鸡的 然后又去剁鸡脚 剁鸡块 给人家献杀了要剁成块拿回去煮嘛 然后就干这事 干了一辈子 这个结果是到生病的时候 手跟脚都是跟鸡爪子样子是一样的 手脚都是一样的 然后二十年 家人原来都抱着希望 到处求医给他治 结果二十年也没治好 后来听说张卜生有点神通 能不能来求我送他去往生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些因果的东西 丝毫不爽 很多你们在座的 是第一次听我讲课 那都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 什么因啊 果啊 有的还说我吃三斤肉怕什么 那我是很规矩吃三斤肉 有一次我去加拿大回来 回来之后冰箱都空了 好久不在家 就是孩子一大堆 买点新鲜鱼吧 那个黛鱼 你们知道那个白黛鱼 孩子喜欢吃 就去生松超市买 这个挺新鲜的 我一看 这个很新鲜 这个鳞都没掉一点 然后震光化亮的 那就给孩子买点吧 买点去抓他 抓了几条要拿去给那边撑啊 抓的时候没事 往那一放说 小弟帮我撑一下 哇 整个胳膊不能动他了 我当然不媚因果 当然知道咋回事了 你要吃我们的肉 你可以帮我们的忙 这一下一看 这还不是那几条鱼 这无量无数的鱼 虾 都来找上来了 同类嘛 虾兵蟹酱 对吧 都来了 我就一看 我就赶紧念孔雀明王咒 孔雀明王咒一迟念以后 这个冤心债主不能讨债啊 吃也没用 胳膊还是不能动 还是疼 那我后来就用退空性以后 这个念孔雀明王咒是自己要念 后来这个不好使就要退空性 退空性问他们 这个就是要跟人家灵通 沟通 你不要看他们说 那个鱼就那么小 它有什么灵啊 它跟人一样 万物皆有灵 你不要以为它们不是生命 所以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到底要什么才肯走 我说又不是我杀你们的 对不对 大不了我不买你们了 他们说别 你还是 我们就找你帮忙 你还把我们拿回去吃 但是事你得帮了 然后我说 那你们要什么 他说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每次拜法会用的都是阿弥陀佛的 这个叫西方极乐超度法 然后结果我说好 那我就给他念阿弥陀佛 念了三声 全部退出去了 胳膊马上就没有病了 马上就好了 这个叫不媚因果 大象要重视 所以当你突然 胳膊不能动了 你怎么办 你或者是哪儿突然疼了一下 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东西找上来了 找上来了 那你要帮忙 昨天来一个咱们的学生也是这样的 他说 师父 最近我那个门铃老响 咋回事 就是出去一看又没人 这给门铃老响 他家里上次我一去 他自己帮人办点事 办点事 家里有个坛城 这个观音也在 很多菩萨都在他家 我说 这是八难横死的 找上门的 被车撞死的 上吊死的 跳楼死的 生病急促死的 这叫八难横死的 人家来找上门了 他才明白 因为这个不是八难横死的 他按不动门铃 八难横死的 他有力量 他的魄也在 他的爽灵他也在 他不能被超度 他到处找周围 哪有个门哪 哪有个道门哪 哪有个道场 能送我走啊 他就去敲你的门了 敲你的门 所以这种都是找上门帮忙的 对于我们修道人是好事 因为给你做功德的机会 我教他一个方法 我说你这样做一下 然后帮人超度一下 功德回宣给他 他就可以去阎王那个地方转世了 他不用每七天再受一次痛苦 八难横死的人 为什么不要自杀 为什么不要去 像被战争枪打死的 这些被车撞死的 沿水死的 跳楼死的 这些活生生死的 这些众生都是八难横死 八难横死 他们不得转世 他有怨恨 他有业力 所以他每七天要重新再受一次那个罪 被车撞死 他要再撞一次 然后跳楼他要再跳一次 所以他怎么样才能够去转世呢 他非得害死一个人 害死一个人以后他的业力太重了 好了 阳气都就散尽了 然后才去转世 所以这个叫吊丝鬼 勾丝鬼 但是有一些善良的鬼 他不要这样做 就是说 我是痛苦 我知道我不能够再害别人 所以他就求超度 求超度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三斤肉要不要超度 要啊 所以说要不昧因果 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病从哪里来的 病从什么肉啊 对了 所以说你们吃了多少众生肉 所以这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 那你有没有半超度啊 有没有帮他们啊 你的家人呢 对不对 有的人这个长辈生病了 还拼命的买王八给他吃 买什么牛娃给他吃 又是新鲜的牛娃粥 又是新鲜的王八 说王八补得好 你们这叫山瑞 你们这不叫王八 那个叫河里的那个龟 合理的龟 那个东西吃了报复力特别强 因为他这个会修炼 你看他这个乌龟一年不吃东西他还可以活 为什么 你关在屋里他活不了 你放在池塘里他可以吸日经月华 他中午的时候你去那个放生池看 中午乌龟都在干啥 他不理你的他都对着太阳 那个小嘴儿就是吸气 晚上的十五的晚上你去那个 十五的前三后三七天你去放生池 他都对着月亮在那吸这些东西 一个他 一个蛇 蛇 甲鱼 牛娃 还有黄鳝 泥丘 这些都不可以吃 还有牛肉 牛肉为什么不可以吃啊 牛这个在我们的阎王的殿前守门的 就是一个牛头还有一个马面 马面就是马的肉 所以人类是不吃马的肉了 现在是乱吃 把马肉掺到牛肉里卖 马肉掺到什么肉里卖 乱吃 人类是不吃马肉的 以前你像印度现在他保持着传承 他还不吃牛的 不可以杀牛的 但是我们后来受西方的影响 那么大量地吃牛肉 吃了牛肉你到欧洲去看很多人身上长 他们的皮肤很白 但是都是花斑 很像花斑牛的皮肤的颜色 很多皮肤病 很多什么病就出来了 牛的报复力很强 所以我当时用了大量的方法去清阴消夜之后 因为我的病是中耳炎引起的 就是耳朵里面发炎 实际上这个毛病是在小时候就有 但是我在整个修炼过程中 它好了很多 但是没有断根 一伤风感冒里面就又发炎 所以这次是因为自己的内气完全耗尽了以后 又引起的中耳炎复发 然后导致的炎症 然后传导到面部神经 导致的面部神经偏瘫 面部神经的瘫痪 急性瘫痪 那么多种因素都可以导致 这个英语叫Bell 你们去查一下 很多的原因都可以得 所以我在最后还是不见好 虽然药效有了 相经疗法 当时它歪得很厉害 娜娜用一次就 我太太一看说不怎么歪了 她做了一次 后来我业力消了一点 我说你来做吧 她做了一次 所以大家要接受很多医术的疗法 很多医疗方法 你不要只接受一种疗法 所以我就做这个就行了 为什么 我们的脸的筋 里面有筋 筋就像我们的钢筋 你们盖建筑的时候 那个钢筋 然后这个骨它就像模板 就是你要灌水泥 不是弄那个模板 里面要扎钢筋 所以你的筋骨我不调 没有办法完全扶着 没有完全扶着 所以她用这个相经疗法以后 松筋 然后把筋一松以后 一下子好了很多 好了很多 那么她用了几次以后就更好了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好 后来去瑞莲那边 她有一个朋友 这个叫小军 她从中国来了 中国来了以后 然后她就来看我 她说你这古歪了 为什么这个长期 她那个时候已经是 将近三个月的时候 我才遇到她 然后这个 所以你的因果 你的要不停的业力消消消消消 消到时候 菩萨就派人来了 菩萨是很关心你们的 佛菩萨都很关心 因为我们为佛菩萨办事嘛 在替佛菩萨打工 我们在建道场 在帮众生 在引渡众生 所以佛菩萨是最关心你的 但是佛菩萨来帮你的时候 他一定是通过人来帮你 记住这一点 佛菩萨明明之中 把那个人带到你跟前来了 或者是一个偶然机会 你遇到了这个人了 那你就赶紧知道 明白了 原来他可以帮我 那你就去揣 你们叫是吗 对不对 试一试啊 反正已经歪了 他不能让我再歪的 更厉害吧 你抱着这个心态不就好了 然后人家还说 哎呀老师 你这头啊 这个骨头歪了 他拿过来 咔嚓咔嚓 给我乱扭一通 那个力气又大 个子不高 个小女孩 咔嚓咔嚓 拿过去搬来搬去的 我这一看到 原来这脑袋 原来是这样的骨头组合的 还可以这个弄上一下 那个弄下一点 那个弄里面一点 咔嚓咔嚓的 毫不留情 一看 原来这个没掉着 一直上不去嘛 一直上不去 咔嚓咔嚓弄几下 哎 上去了 眼可以睁开了 不然他整个这个骨啊 他已经几个月面摊 他坠啊 坠这个骨不都就往下塌了吗 这就模板不就歪了吗 你把筋修了 模板又没修 这不还是个歪墙 对不对 那你怎么面部的肌肉 你能够恢复 你不能恢复 你的筋也不能恢复 非得要这种整骨的一施 咔嚓咔嚓给你模板弄正 模板弄正以后 哎 你再调筋 再调五脏 虽然是这个中医 它是重视五脏 但是外部的 你像这种 已经面部瘫了 然后这个骨也歪了 那你要正骨 你要正骨 特别你们到了中晚年以后 你的脊椎骨啊 很多人的脊椎骨已经开始走形了 这个时候你不正骨 你不正骨 你的疼痛消不了 为什么消不了 那脊椎骨里面都是什么 中枢神经啊 中枢神经 你的骨这么一给它一压以后 中枢神经受压迫怎么样 你根本就 你想不疼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去西医呢 刚才我说了 这种病 西医给我的这种治法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抗生素 那开心医生那是我的学生吧 然后人家不骗我吧 他说只能吃抗生素 西医完全没别的办法 完全没别的办法 所以只能寻求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这里面用汤药 用手法 你不用手法不行 就是推拿按摩 那么为什么可以用自己的学生来推拿按摩 因为他练功 他身上没那些斜的东西 不会像心扇一样 弄得我全身出水 还有一个瑞连他是用挨揪的 挨揪的他是属于带火的 那些阴的东西不敢粘的 所以用挨揪加上推拿 加上这种方法 就没有那些鬼呀什么东西 那些邪的东西跑到你身上去 所以那才知道古代他为什么发明了挨 针灸的针叫针刺 然后灸就是指的挨揪 所以针灸合在一块是针刺加挨揪 加挨揪 那么还要整骨 这就是我自己治疗过程中的 但好没好呢 还是没有完全好 大家有时候看我讲课还擦眼泪 那么还是没有好 没有完全好呢 我想最后几招要谁来帮我 然后结果我们的李医师出现了 就是吴医师给介绍了他一个老前辈 就是今年七十多岁了 今天也来了 待会儿介绍认识 你们认识 那个李医师来了 郭医师对不起 叫错了 郭医师来了 郭医师来了 我一看 哎呀 这个老医师应该有两下子 我说那我这个问题怎么办 他说这个很好办 针灸就可以了 别的都不用 他就针灸 我就想一两针就算了 他就给我针针 结果他让我躺下 结果稀里哗啦扎啦不知道十几针 应该有十几针 最长的一根是这么长的 然后从头后面插下去 插得老深老深的 这边一针也是从这儿让我张着嘴 咔插的也是老深老深的 刚刚这前几天的事 诶 耳朵里面老是以前那个咕噠咕噠咕噠 那个水像冒泡一样的声音 跑火车的声音 没了 他这一次治疗没了 眼泪也不怎么出了 但是这个肌肉还是很硬 很紧 我说这用什么方法 我们从中国刚好引进了两位按摩师 待会儿也是给你们认识 他专门做埃揪跟推拿的 都是高手 做了三几年了 经验很老道 我说刚好你给我揪揪吧 他就用挨条 昨天给我揪了一下 他们揪了一下 基本上现在那个僵硬疼痛的东西都没有 他在揪的时候 人家磨磨磨磨 要不要用西医 要不要用西医 千万不要听人家乱说话 什么 我不吃西药了 我不用西医了 西医来得快 但是你不能完全依赖西医 比方说我刚才说你腰腿疼啊 你脊椎骨疼啊 你这些疼痛 去西医呢 他也没什么好方法 除了开刀 就是没别的办法了 开刀呢 我们在德国遇到的这些被开刀的人的惨状很惨 他们一旦开刀以后 你比方说是乞丐骨的那块软骨 化成钢球 这个骨骨坏死里面有一块球 他给你换成一个钢球 那么这些他要用人工的换 结果是 你想你身上扎着一根鱼刺 你会怎么样 疼不疼 那你现在不是扎根鱼刺 你是整个一个铁球在里面 一个钢片在里面 那你的经络完全就不通了 被这个铁一弄 他没办法再接通了 这个经络中医很简单 疼就是不通 不通一定会疼 你这个疼痛就消不了 消不了他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用什么 止疼药 止疼药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你疼 但是你麻醉了你的神经 你不知道疼 那个疼在不在 还在 一不吃又回来了 所以他完全没有给你治病 而是麻醉你的智慧 麻醉你的大脑 麻醉你的神经 那个疼你当作不疼 比方说还有一种治牙疼的方法 他们我听说很残忍 这一招一弄肯定一辈子都好死 什么方法 挑断牙神经 你的牙老疼老疼 对吧 你这个难受 好了 我给你牙根的神经减断 那你疼 他不知道疼 你不知道疼这下惨了 里面有炎症 所有的疼痛是你的警卫告诉你 敌人来了 赶紧想办法把他打跑 他是叫卫兵 他是你的卫道士 保卫你身体健康 一旦疼就告诉你不对了 结果是你把自己的卫兵都干掉了 敌人来了 当成没敌人 这是哪什么智慧呢 西医就是用这些方法 我让你不疼 实际上不是不疼 你一旦不吃它 要疼得更厉害 麻醉了 所以这个就不能用西医 这就必须用针灸 用哀灸 用我们中医的推拿 理疗 然后把那个地方的给你疏导开 把不通的经络给你疏导开 不通的穴道疏导开 余节的脏腑把它推开 恢复它的活力 所以这种中风 内中风 小中风 它就叫肝风 肝风它主要的问题是肝气欲节 这个肝气欲节是我在中国得的病 这个年轻的时候 然后自己二十几岁 我的酒量 就是你们知道的五十多度的 五十六度的白酒 老师可以喝一瓶半不倒 一瓶半是什么 就是五百克一瓶 然后一瓶半七百五十克白酒不倒 怎么个喝法你们喝啤酒的三两三的杯子 我们就是啪啪啪 倒一杯子 然后敬 一口一杯就干掉了 这种喝法 跟我现在一个同龄的很多死掉的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干硬化 酒精肝 脂肪肝 甚至这个引起三高 什么高血压 高胆固醇这些 所以我们大陆很多人是被害死在酒上面 那讲应酬啊 那我是几十年前就开始在大陆 二十多年前在大陆生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给小老板要应酬这些东西 所以一天喝几顿呢? 两顿 除了早晨 早晨因为胃饭酸 吃不成东西 然后中午一顿 晚上一顿 然后醉醺醺的 醉醺醺的 然后就回家这样睡一觉 也很危险 因为那个时候酒驾查得不严 那这个自己 我们那个山东 我老家呢 都还是丘陵地带 有一次我开车 我说我怎么车怎么往后跑 这个在一个小山坡上也没踩刹车 然后这个挂着空挡在等红绿 都是怎么车 我怎么看着怎么往后跑 后来旁边那个我的司机 就一把腿伸过来踩着油门了 才没倒回去 哎呀 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渴魂了 你们的老师渴魂了 但是就把肝喝坏了 就是酒精肝 脂肪肝 这个肝不好引起的中风 后遗症 就潜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但是通过这几年 修修修 练练练 好了很多 但是还有残留 美好 说到瑞年 他厉害 他一推一推 他说 师父 你这是酒精肝 你看他让我磨一串 甚至肝脏外延 一串水泡 一串水泡 按着都发印 我说这里面是什么 他说都是坏水 坏水懂不懂 水呀 就像硫酸一样坏了 这个坏水将来就是你得肝癌 得肝脏的肝孕化 这些病的未来要发病的因素 如果你不把它通过这种方法 强制地把它清除出去 然后他最后抹上药 用灯罩 然后把这个基本上就清了好多 他正面清了 正面就松了很多 所以眼睛也就轻松了很多 所以这些大家要知道 你说我不信中医 我不要推拿 我不要按摩 不要什么 那是你自己太执着了 我只相信西医 西医是只治4%的病 因为今天的2013年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宇宙中 40%物质的 96%是由暗物质 暗能量组成的 隐态世界 隐态世界里古代师父们告诉我们有什么 叫精气神三宝 就是你体内有精华 这个精不是西方的说的精子 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 精神很好 这个人精神很好 那这个精神 精是精华物质 那么我们的五脏都有精 精木水火土 在五脏里面 心肝脾肾肺里面 五脏是个气 是个工具 就像一个咖啡杯 一个茶水杯 一个白水杯 你这有这么五个气 五个杯子 放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那这五个杯子里面装的是绿色的能量 是属木的能量 然后白色的能量是属金的能量在肺 绿色的在肝 红色的能量储存在心脏 心脏是个气 然后肾脏是装紫黑色的能量 是属于水的 心脏属火的 那么还有一个脾胃 它是一个黄色的脏气 装黄色能量 它属土的 所以五脏的颜色 那么鲜亮的 透明的 那就是最健康的 那么再就是五脏的颜色要红 它就纯红 没有黑色在里面 这个是属于阳性的 如果是红 但是里面有黑气 或者有白气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杂色在里面 这个叫染污了 染污了以后 它就是什么 它这个就是阴的 就是阴阳真 三种状态 那么我们不修炼的人 或者不接受这种系统调整 不是一个方法调整 而是要系统调整 你不接受这种系统调整 最后就导致你的五脏里面的阴欲解 然后就生病 处于阳性的 它就不怎么生病 因为五脏是一个自动循环器 如果达到真光的水平 那你就把五脏都化成光了 那就空了 就五隐皆空了 那就根本你想生病都生不起来 所以我们在中医的方法 可以帮助阴转阳 但是中医的方法不能使阳转真 所以只有通过修炼的方法 用其光富贵启明 用自己的真光 这个宝月轮的真光 回去照见五隐皆空 照五脏六腑 心肝脾身肺 把它照亮的 照亮以后照空它 因为当它处于透明色的时候 它就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生病都生不起来 只有变成纯光 然后业力才完全消尽 说老师那夜力消尽以后再怎么办 夜力消尽之后再怎么办 再给你放点夜力进去 为什么 你这一辈子的消了 上一辈子的又来了 上一辈子的消了 上上一辈子的又来了 你只不过是个气 你咖啡喝完了 杯子放那 人家看你没喝够 再给你来一杯 是不是 再喝了再来一杯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停的 所以你记住 人身为什么我们要保养 太重要了 那你这个杯子没了 还能喝咖啡吗 所以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道气 古代说我们的肉体是个再道之气 为什么佛陀特别重视 叫人身难得 所以不允许自杀了 不允许伤害自己的身体了 身体法复受制父母 没有父母的命 你都不可以去动它 所以哪里还可以结束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不归你 这是父母给你的 这是天地给你 你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就是什么 古代重视这个道气不要丢 这个人身不可以丢 这样的重视 上到这个高度上去重视 所以肉体是个气 你不能坏掉 干什么用的 清阴消夜用的 不停地把自己的阴 阴就是你的业力 就是业障 在你这些阴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是你今生的肉体携带的DNA 这个来自你今生的父亲跟母亲 以及父母的父母 因为我们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身体里面只有两种基因 一种是父的基因 一种是母的基因 各占百分之五十 所以在父亲的基因链中 母亲的基因链中 有给你生命力的东西 也有携带着黑子 也就是过去式 你这个不是过去式 今生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九族 他们积累的业力 都沉淀在DNA中 所以被传代传代传到你身上来的 这是父债子还的大道理的根本原因 就是爷爷没还得债到父亲了 父亲没还得债到你这儿来了 所以昨天有一位朋友特意从槟城赶过来 因为他知道我马上要去吉隆坡 但是工作人员说不行 师父的行程全部安排得满满的 你见不到师父 没有时间单独接见你 他说那我怎么才见到师父 所以是吉隆坡中心跟我们中心联络 中心说师父明天 昨天还有一个空档时间 他如果要来新加坡还能见师父 人家就工作请了假 特意买机票专程飞过来 专程飞过来就请教什么事呢 就是他现在奶奶是有十几年了 躺在病床上瘫痪了 之前他二姑就照顾奶奶 结果二姑前不久死了 死之前告诉他大姑 说我不能照顾妈了 你要照顾 有一只大手拉着我 要把我拽下去 有个人要把我拽下去 然后我看是不行了 从发病到死三天时间 二姑 所以二姑去世之后 爸爸也中风了 现在他照顾的大姑跟小姑身体也开始不行了 他着急了 着急了以后 他爸爸中风之后 自己开始生意也不行了 健康也不行 家庭也开始乱了 他就着急了 也没招 他试了很多招也没招来求教 当时吉隆坡的工作人员指导他把祖坟 他爷爷的坟拍了 结果爷爷的坟 他这个照片拿来 我一看 这个坟从墓碑往上要起楦高起来 结果他前面高后面就这样低下去了 他不是这样起楦高起来再慢慢平缓下去 他是这么前面高后面这样直接下去的 并且右边 爷爷的坟的右边跟左边不平衡 左边高 右边低 尤其在二女子 右边是老大 老二 老三 他二姑的那个相当于二姑全息的位置就更低 把他也带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来自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 家族业力 家族业力 有的人说 我爷爷没干什么坏事 我爸也没干什么坏事 我也没干什么坏事 我说你跟这个根本没关系 又是家族业力 是隔代影响 是爷爷那代影响你 爸爸这一代被影响 那是你太爷 就是爸爸的爷爷 这个叫隔代影响 业力的释放 隔代影响 隔代影响当影响到这一代他受不了了 没人成了 就到后面的他的儿孙去承受 我们之前有个学员也是这样的 他爸爸在的时候 他还挺顺利的 结果爸爸一过世以后自己整个事业也不行了 财运也不行了 什么都不行了 他也是不明白 实际上爸爸在的时候谁扛啊 爸爸扛 爸爸不在了 那祖宗的业力全部都到他这个身上去了 这是负债子皇的 很多案例 我接触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是什么 他的科学性 不是你说我不信 你不信 那你这个问题出了以后是什么问题 你又找不到这些问题 所以要不命因果要去找 所以我们师父他当时要做传代 这个真正要培养一个弟子的时候 他一定会教你一补星象山五大类技术 一是给人治病 刚才我们在讲的都是治病 但是这个病有什么引起的呢 你只是认为五脏引起的病吗 没有 你五脏的细胞是由你的DNA决定的 细胞不健康 生出的脏腑不是不健康吗 那反之生成的脏腑不健康 就是细胞不健康 细胞是怎么生起来的 细胞是DNA密码 叫基因生成的 所以从不好的基因 生出的是不好的细胞 不好的细胞产生病变的脏腑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所以你的病是这样生起来的 所以要治病去治什么 去治根 治根在哪里 治基因 治基因里的病 那现代科学没有人懂得怎么去治基因的病 那基因中 DNA中它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光子 一种是黑子 也就是说在DNA的连接过程中 那么它会产生光 也就是上过课的都懂 阴跟阳 两个碱基 它配对 中间会生成光子 生成光的时候 这个基因就是健康的 因为都是光啊 那这个都是光的基因 生出的细胞充满着光 充满着光的就是好的细胞啊 那好的细胞生出的脏腑就是好脏腑啊 它就有抗病能力啊 病变邪的 它就不能侵害它啊 那么这个 那就是根在基因这儿 那如果是说这个基因是黑的不好的 一变了 突变了 那是什么原因 那因为在阴跟阳中间产生了一个绝缘体 大家知道这个电灯 电灯亮 但是你把火线跟地线中间加一个香蕉 就是不是你们吃的香蕉 是那个工业香蕉 那它就产生绝缘作用 一绝缘以后 它灯还亮不亮了 不亮了 所以是基因中间如果有黑子 这个黑子有绝缘作用 它就把这个光就屏蔽了 就不能生成光了 你们知道拉链 拉链如果是坏一抠 小心翼翼的还可以用 坏两抠还可以小心翼翼的用 如果连续三抠一坏 一拉就大开门了 所有的基因链条也是这样 坏一个没问题 黑子张毙了 两个没问题 三个这就组成基因密码了 然后就变成易变 易变的基因生出的细胞是并变的 并变的细胞生出的脏腑是并变的 这就是根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基因中把那个黑子清除出来 现代科学没有方法 为什么圣人的智慧可以传播 两千多年到现在还不会毁坏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好用 如果一个不好用的东西 不可能传这么久 并不是说因为信仰说我信释迦牟尼 我儿子信释迦牟尼 孙子又信释迦牟尼 才这样传过来 不是这样的 如果它不好用 绝对不会这样传播 靠一个简单的信仰 是不能够维系 这些圣者智慧的传播 因为释迦牟尼他讲 他一辈子就讲了两个真相 一个是人之外的宇宙的真相 一个是人身体内在的生命的真相 所以他一辈子只讲宇宙真相跟生命真相 那么我们生命的真相 在他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DNA中的黑子 那么他障碍了我们体内放光明 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叫无量光佛 也就是身上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DNA的 每一个连接都是光了 一个没有不是光的黑子 一个黑子都没有了 他无量光了 他就成佛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是人 动物为什么还是动物 植物为什么还是植物 因为他们DNA中有不放光的地方 就业力的存在 所以是带来着我们在六道中 还在生死为坏 那人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祖宗给你的基因中 还有坏的东西 不是光有好的东西 这是祖宗留下的业力 这些业力是别人对你以及你祖先的怨恨 别人恨你 怨恨你 这个怨恨它就变成一股黑气 变成强烈的怨恨 它就变成密度很硬的 密度很高的黑子 障碍了你的光子 阻碍了 这个就是老子所说的 何大怨必有余怨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你做什么都好 你记住 跟任何人不解怨恨 说佛陀告诉我们 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 你问他打够了没有 如果没打够 左脸太疼了 把右脸再给他打 右脸打够了再打左脸 什么时间打够了 你问他够了 他的怨恨解了 你跟他过去式的因果就聊了 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中原有一个高僧 他修炼成功了 他修炼成功了以后 他在退入空性中观音果 就是我跟谁还有怨恨呢 没有了啊 结果就冒出了一个影像 结果他当时是在西安修炼成功了 那个人在广州 今天的广州 今天你从西安到广州去坐飞机 要飞两个小时 还不算你去机场的时间 那这个师父已经修成了以后 他用神通飞身而去 就是把自己飞到广州去了 飞到广州去干什么 找倒霉 找什么倒霉 要让那个人把自己给杀掉 让他知道他欠他一条命 他这条命不还 那他就不能振国 所以是那么他落了 飞行树落下来以后 就站在那个人面前 那个人一看他都不认识啊 一看他就恨他 拿起刀来 把他一刀就杀了 他借着一刀 他不怨恨就解脱了 他在退出空性 退出空性 真退到空性正果的人 刀子刺他是不疼的 所以你们才知道 当年歌力王 肢解当年的人鲁仙人的时候 一个手指头切成好几块 然后胳膊切成好几块 就解解肢解 拿刀子刮他 他都不怨恨那个歌力王 当时的人鲁仙人发愿 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我第一个度你成佛 你看这就是佛菩萨 没有说等我成佛 我五雷掌把你打死 你们现在学佛就是这样 我要报仇 谁对我有恨 我将来成了 我拿什么掌啊 把他打死 按人家佛 被人家割了身体 人主先生割了身体 还在发愿 又不痛苦 然后说我将来第一个度你 那个人就是乔晨入 他的五比丘之一的手 手作比丘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因果 我们以前都当成故事听 你要重视 这是事实 这是真的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提示大家说 你们要发一个愿 如果我这一生还有 要通过病 才能够消得业障 我愿这个病早一点视线 早一点视线 趁着张卜生还活 还能帮你的吗 等我死了 你还没死 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少了一个人帮你的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修行人的一个 跟食宿人他不一样的 食宿人他就是怕生病 我什么都要顺利 那么我们大修行人是说 我假如这一生还存在什么业障 提前事件 趁我年轻早些去轻盈效盈 所以人生所有的补顺 它都是一个提示 就是原来我欠人家的 原来我要还这个债 那既然还债 你为什么不趁年轻还呢 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二十年十年 这好玩吗 它不好玩啊 那个时候你想还也还不动人家了 所以我们不要把业障留到后面去 除非你们是小人 小人是什么 不想还债的 我牵着就不想还 怎么能逃啊 怎么要躲避啊 用什么法术可以让我逃避这个惩罚 逃避这个 这是小人 君子是什么 不就还债吗 还呢 就坦荡荡的还了不就完了 还了就一笔勾销了 就没这个账了 所以大修行人跟食宿的人 他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在整个对待因果的时候的不美 所以我当时中而言 一直也好不了 一直也好不了 有一次我就退空信问自己 到底什么原因 这个时候就看到一座山 然后看到你们新加坡梅这个玩意儿 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很多 你们知道就像海螺一样很小的 很小的把那个根这么一搬 然后很好吃的那个 那个就是我们叫海瓜子 还是叫什么 我们叫小螺丝 对 它不是那个粗的蜗牛 它是细的 细细长长的 那个味道很鲜的 是我年轻的时候最爱的东西 我自己吃了不少 当时我妈为了我上大学 他也卖这个东西 也卖了不少 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 年幼无知 然后又去做海鲜楼 在我们中国威海那个地方开的海鲜楼 那我更卖得厉害了 那就是整天一大盆一大盆 活的 那个东西死了就臭了 不能吃的 一定是要活的 原来我所有的每次的忏悔忏悔 就把这个给忘掉了 这个给忘掉了 那个呢 耳窝这个里面 它就是一个什么 炫的 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哎呀 我这一下子就觉得 哎呀 对不起 我还是个大修行人 怎么就把人家给忘了 所以你这一辈子杀的也好 你这个吃的也好 都要还人家 都要还人家 然后后来我就是忏悔 一忏悔耳朵 一股黑气出去以后 哎 轻松很多 从那以后就严正就消了 耳眼就消了 因为我别的都忏悔了 什么嘎啦呀 螃蟹呀 鱼呀 那个坐海鲜楼的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 你们最早接触我的人知道 我烧纸是最凶的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 借大铁笼子 我们这个楼下面 六个大铁桶 都冒不起烟了 那些人帮着烧金银纸烧 我这辈子是我师父 最忠诚的烧纸信徒 熊老师那个时候带着我 烧金银纸 那个时候那一年到他那过大年 大年三十晚上 他用面包车拉着一车子 我们总共连他的家人才不到七个人 结果烧了好几个小时 一人看一堆火 烧了好几个小时 我印象很深 师父说这个好用 这个方法好用 你要经常用 这个小金生业障 小过去世业障 这个还债 这个比什么方法都好 所以是我为什么带着你们经常的做法会 有的人还不舍得 还说我这已经超度了多少次了 这个还烧还烧 没完没了的烧 这什么时间烧 每次你们不就是拿了五十块钱一百块钱 那我们烧的时候 这个几千块钱扔下去 一大堆的就烧了 一花十十花百百花 还千千万呢 你想 你才一次来参加个法会 拿了五十块钱一百块钱 你还说坐了一次 最近有一个学生也是给我发信息 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爸爸从楼上掉下去了 结果是他抓住一只脚 他就赶紧喊他大哥 他大哥过来又抓一只脚 就把他爸爸就拽上来了 没堕落下去 所以这个梦境告诉什么事呢 你们兄弟俩做的超度差不多了 父亲本来是要堕下去的 结果你们不停地做功德 不停地做好事 到这才弄个父亲不堕落 不是你一次就解决到 很多人说我英灵超度 就来问老师超度了吗 但未必一次能够解决 上次有一个来问 好几个英灵 他好几个英灵 我一关我说 有两个对你的怨恨不深地 已经超度走了 还有好几个不肯走 他说哎呀 我有一个特别的对不起 他都几个月大了 七八个月了 都快能生下来了 我把他弄死了 我说对 这个怨恨特别大 他的怨恨特别大 所以是堕胎呀什么 你们都当成没事了 他是生命 你如果活生生的一个小孩子在你面前 会不会杀死他 你没见他 他在肚子里 你要用那个背超仪 你都看到他腿胳膊都在动啊 心脏都在跳啊 那不是活的吗 那不跟活生生的人有什么区别 在肚子里你就堕了 你觉得没事 你还觉得我烧了五十块钱 给他超度了 就应该走了吧 那么容易 你是杀人的 你是杀人的 那是重罪啊 所以是不要轻易地当成 我已经做了一次了 我就不用了 但什么时间成功了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那你的后背经常疼的地方 突然不疼了 好了 一个很重的业力消掉了 你一个事情经常不顺 结果现在顺了 好了 一个重要的业障消掉了 所有的这些都在 只要不顺 只要疼痛 只要疾病 都是业障事件 都要去细细地检讨 自己还有什么没做 还有什么没有去超度的 还有什么没有送走的 自己除了今生父母的九族之外 我们最影响我们的还有过去七世父母 所以是佛经中经常提到七世父母 为什么 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来自两个部分 一个是父母给你的肉体 一个是你的灵魂 灵魂这个系统是你的八始 按照佛家来讲 它是第八按来也始 是过去生生世世 你转世的那个业力 组成的一个允结的一个身 变成你的灵魂身 灵魂身 那这个灵魂身身生世世跟着你 对你这一世影响最大的是过去七世 你七世都有父母 所以是你过去七世都有肉身 那当然你可能是个诸身 也可能是一个恶鬼身 因为你是六道身 未必七世都是人身 所以是你都有父母 无论在鬼道也有鬼父母 鬼母鬼子你们经常看经都有 所以是那么都有七世的父母 七世的父母的都有自己的祖先 那七世父母的九族 对你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所以是我们不单要为今生父母 祖先做这个事 我们还要为过去七世父母 要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 就是情形效应 这样你的灵才能干净 这样你的肉体才能干净 所以说每次超度一定要记着九族 自己父母的九族 以及过去七世父母 以及七世父母的九族的超度 那么这些是把你体内 因为你通过灵携带的黑子 也在你肉身上的DNA的链条中储存 这个叫什么 这个在物理学中叫 能量守恒物质不灭 你不要以为过去七世你都死了 死了然后这个东西就灭了 你们好好修炼 到一个时候 业力是这样承接下来 你过去是修炼的结果 你修炼的宝塔成功了一个 在宝部修炼的时候 可以用光化成宝塔 用光化成宝剑 用光化成金莲 用光化成等等的无量的宝藏 你过去是已经用光造出来的 叫心造万法的这些东西 这一世当你通了以后 去了自己这一世的 我知我见障碍以后 那这些东西都会叠加在你的肉身中 所以是你的福德会叠加回来 善叠加回来 你的恶也会叠加回来 那除了你自己的 还有累世父母 累世父母连接的九族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祭祀祖先 但今天也有一些地方 有设神主牌的 也是给大家一个祭祀的方便 但是我们去了解了一下 他们平常时间没有香 没有煮 没有鲜花 这个香果 什么茶点 点心之类的 通通都没有 只是说谁来祭祀 你自己带 然后他自己不帮你供 但这种地方供祖先的神主牌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祖先来神主牌上干什么 无非是你供香 供主 供这些食物的时候 他们饿了 过来找吃的 结果你把神主牌放在那个地方 谁也没人管 只是清明拉什么 你来的时候他才有吃 那你在家里拜拜算了 以前的张姓祠堂 李姓祠堂 那个大祠堂 要请人每天去上家 每天去祭祀 每天送食物送东西 大日子才全部的都回来 子孙后代都回来 一起做这个祭祀 这是没有什么把祖先扔在那里没人管的 所以我看了以后很不满意 再加上我们每次祭祖的时候 我们送这些祖先离开的时候 他们依依不舍 求情说我们能不能不走啊 就呆在你这儿 有好吃的 你们又带着我们诵经 然后这个道场多好啊 但是我们这儿又是教室 平常又不能够祭 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你们做了一个万幸祠堂 就是专门拿出一个空间 专门做万幸祠堂 我们叫永次 要永远祭祀 永次万幸祠堂 什么意思就是 我活着 我会让我的团队来祭祀 我死了 我的徒弟要去祭祀 徒弟死了 有徒孙再去祭祀 永远的祭祀 不是三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把这个牌位就烧 这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们知道 你们这一生要成就 你们这一生要顺利 一定把祖先安排好 自己的九族一定要安排好 这是对你今生肉身 连带的健康财富事业 很关键的一个连接点 如果他们不安宁 你不能安宁 为什么呢 这个叫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就是说 你这有一个量子 祖先也有一个量子 这个量子就是光子 那你身上有祖先的DNA 列祖列宗也有尸骨胃寒 也有身上 他有物质 当然也有量子 也有DNA 他那过得富贵 你这就怎么样 同步 量子对的纠缠 就是这面怎么动 这面就怎么动 这面怎么动 这面就怎么动 说我们现在新加坡人 不愁吃不愁穿了 你祖先愁不愁吃 愁不愁穿 你不祭祀他 他这什么都没有 他那什么都没有 你这都不缺 他那缺 这怎么样 要倒流回去 你的福德越来越减 越来越减 你能不能用你少量的资金 去帮他也富贵呢 说你烧点金纸银纸 那么就才烧了三十块钱 五十块钱 在他就变成三个亿 五个亿了 现在不都大钞吗 对不对 然后他们找我投诉 说张老师 你能不能让他们印点小钞 我们这都搞得货币贬值了 你知道印尼顿一万块钱 我们这等于新加坡一块钱 对不对 那就变成货币贬值了 这是真的 你看不到 但是在另一个空间真的存在 他们活着 他们幽精 守施鬼 他们三魂中的有一魂 是在尸骨上面 要等着自己那一世变成磁铁 能够吸光 自己的肉体变成磁铁 变成气 能够吸光 把那个光收回来 叫收拾灵光 圆满使成佛 现在就是清明节扫个坟 上一下就完了 平常家里的神主牌也丢了 为什么 空间太小了 不方便了 实际上是你太懒了 不重视了 古代再小 你像日本那个房间那么小 人家弄个木盒子 然后把祖先安排进去 然后要祭祀的时候打开 睡觉的时候赶紧关上 因为夫妻要睡觉了 这个不带净 然后就赶紧关上 人家都没有那个空间 放在卧室里都供 就祭祀 人家重视 人家知道这个祖先活着 他需要这个 说给点茶水 给点点心 给点香 为什么要给香 说现在你们去祭祀都不让上香了 他不让上金植了 那你摆在那干嘛 所以是都不如法了 为什么要上香 那么在风神演义里面 这个挪扎 这个挪扎呢 因为跟他爸爸妈妈有龙王告状 然后最后把自己的自杀了 把这个肉骨都还父还母了 还父还母了以后 他这个就死了 死了以后 他的师父叫太乙真人 跑去太乙真人的 跑去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就没有办法 说你这样子吧 那你去托梦 让乡亲们给你立一个庙 让他们塑造你的这个像 然后你跟他们讲 只要你供奉我 然后我就帮你们做好事 然后乡亲们 真的有难事的时候 一求这个挪扎 然后什么事都就顺了 他有神勇嘛 他有力量 然后就 结果被他父亲怎么样 把那个像怎么样 也给砸了 庙也给他拆了 那为什么这个古代呢 把英雄人物 或者把我们的祖先 弄个牌位 或者弄个塑像 在那供着给他镶呢 所以你正面供他 刚才说量子纠缠 他在那边力量就大了 他即便在那个不好的道 他也是王 他做鬼也是鬼王 受鬼的尊敬 他做天 那是天主 那是受天人的恭敬 他提升啊 他提升自己的位置 所以你正面不给他乡 他没有力量 人家说让你当个部长吧 结果天天生病 没有力气干活 那能当部长啊 当不了 所以那个世界部长就没他的份了 所以这个叫重量级 所以你给祖先供香火 供灯 给他吃的 这个水果 这个是使他能够在另一个空间得到提升 是对他莫大的一个帮助 那今天你弄了个牌子放在那儿 什么都没有 偶尔一年去个一次两次很有意思 在这种前提下 那么我们跟玄界请 恢复古代的这种完整的祭祀 也不是张性祠堂 理性祠堂 我们是万性 就是所有的人愿意 都可以给自己的祖先 给自己过世的父母或者先人 那么办这个事 那么咱们真正是不分种族 不分民族 不分宗教 那么就是真正的一个大家庭的建立 所以这个进展得很顺利 估计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大概今年的中元节之前 就已经完全进宫了 就可以要鼓掌就大声点 还害怕的样子 为什么要害怕 所以这些东西跟你的健康 跟你的事业 跟你的家庭都有关系 你们在座的有些人要求子 要干什么的 那你祖先那边没有打理好 这个很难 大家都知道我有两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我又生了四个孩子 那就是因为有一年我回去 好不容易回到老家一趟 我就带着我这个太太 就回到了爷爷的坟那个地方去 那么爷爷奶奶就很高兴 然后后来就回来以后 挡都挡不住 皮啦啪啦就四个就来了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祖先他很灵 他知道你这个很孝顺 你这个从南洋回来 特意跑过来看我 时间很紧也跑过来看我 那这个孝道就进了 进了以后 你这一只不让你望都难 所以他就让你这一只子望 所以叫多子多孙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跟祖先的这个连接 对你的这一生很重要 你所有的这个俘虏 财 喜 兽 都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古代为什么特别重视孝道 孝就是活着的时候给他东西吃 孝顺他 那他过世以后 安时地给他祭祀 给他祭典 我们现在都不重视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恢复 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 这个传统 给人类做一个楷模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做完这个事情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第一个回合 我们就到此为止 要知道后面还讲什么 且听下会儿分解 好不好 好 谢谢 感谢观看